大家好,我家楼下的一家饭店就靠着一道菜,居然火了 客人一到,桌桌必点 临走时还额外打包一份 吃过的朋友都占不绝口 那么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呢 咱们先准备五毛钱的豆腐 将它切成均匀的厚片 再切成宽条 最后切成均匀的小块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待用 尖椒准备一个,先把根去掉 然后一分为二 蘸一分为四 切成均匀的小块 切好后装入盘中 胡萝卜少许,打斜切成块 再切成均匀的菱形片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待用 小葱准备少许 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盘中 锅中加水,把水收开 把豆腐下入锅中 然后加入一勺盐 加入盐可以使豆腐提前入味 先将豆腐焯水一分钟 一分钟后,锅中加入胡萝卜片 再给胡萝卜和豆腐焯水一分钟 一分钟后,把豆腐块盛入水中 这样的豆腐待会操作就不容易粘连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下入少许脾鲜豆瓣酱 给豆瓣酱炒出红油 炒好后下入葱花 烹入料酒 加入适量生抽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调味 加适量盐 少许味精 少许蚝油 然后把豆腐和胡萝卜下入锅中 再下入少许水发木耳 增加营养 接下来把火调至中火 千顿豆腐万顿鱼 咱们给豆腐烧至五分钟 使豆腐充分的入味 时间到了 准备好适量水淀粉 淋入锅中 这个时候转大火 让淀粉充分的糊化 这样使豆腐紧紧的包裹住食材 吃起来更加爽滑 更加的有滋味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很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全心的动力 感谢和大家的支持 单约过了一分钟 最后把尖椒块下入锅中 简单的翻炒两下 使尖椒成熟 翻炒片刻后 美味既成 装入排中后 就可以上桌了 这样做的家常烧豆腐 特别的好吃 豆腐吃起来口感滑嫩 咸咸试口 里面加入了木耳 尖椒 胡萝卜 使这道菜更加的营养 而且呢 看上去也特别的有食欲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打几分呢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做法收藏起来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杨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拜拜